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部分人还是不是很理解 我们明明自己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为什么还要专门去监听呢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自己在听到我们自己说话的时候 并不是我们真实的声音 比如说在我们发微信的时候 那其中的原因嘛 我相信绝大部分朋友都应该懂 我就不在这个视频里面去多说了 所以不管是我们在直播唱歌 又或者是在现场演出的时候 我们需要听清楚自己的声音 第二个呢就是要保证一个足够的音量 这样我们在唱歌的时候 才知道要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声音 然后达到一个理想的发声效果 同理我们在演奏的时候 带一个耳机呢 也可以单独的调整伴奏 和自己在弹奏的时候的声音的比例 同样的我们在录音棚里面录音的时候 当然也是要带耳机的 它既可以让你听得见伴奏 又可以让你听得清楚自己在唱什么 也可以保证在耳机不露音的情况下 不把伴奏给录进去 而单独只录进去你的人生的部分 我以前学生时代非常非常穷的时候 和乐队在学校里面演过很多次 还有去那种非常简陋的场子 也演过许多次 每次演完我吐槽的只有一点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 因为往往这样的舞台上都没有监听和反送的音箱 只有外扩 这会导致像我们都是演这样比较躁的歌的时候 在舞台上本身就是很吵的 再加上如果没有监听 只能依靠有延迟 并且极其微弱的外扩反弹回来的 那一点点声音在做监听 表演的时候呢 依据你对这首歌的熟悉程度 用意念在进行表演 像这样的场子的是没有一次能够正常的演出的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歌手 他们有一些翻车现场啊等等 但现在绝大多数的表演者都会选择在现场 佩戴耳返来做监听 也就是无线监听系统 它可以让你实时并且清晰的听见你想听的部分 耳返里面如果没声音的话 那又是等于完全听不见自己在唱什么的情况了 总之听不清楚或者是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的话呢 那简直就是太可怕了 在一个稍微过得去的舞台上呢 它肯定是会有监听音箱的 那刚刚也说到无线的监听系统 这两个的区别就是 如果是舞台的监听音箱的话呢 你远离监听音箱的时候 你就会听得不那么清楚 所以你要保证你的人尽可能的离监听音箱比较近 如果你做一些骚动作 然后突然远离了那个监听音箱的话 有可能那一段就会听不清楚 而如果是用无线而返的话呢 戴着耳机嘛 所以你想怎么动啊 走到哪个角落啊 做任何骚动作啊 只要它不掉下来的话 你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而且你还可以做到亲人亲面 我相信如果你没有接触过无线监听系统的话呢 你可能会觉得 表演者耳机里面听到的内容 就是观众所听到的内容 错 其实在舞台上不同的位置 是可以随意定制自己的监听的内容的 观众听到的内容是 表演者想让大家听到的一个 完整的呈现的表演的内容 我举个例子 就拿我上一次的客厅版的那个桃李 在我的耳机里面听到的 其实就是最基础的伴奏 节拍器 还有我自己的吉他的声音 自己唱歌的声音 那AYE的耳机里面呢 它就把我的人生开得是比较小 只是做一个提示的作用 而着重兼听它所要演奏的那些部分 表演者的耳机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你的烦恼 你的委屈 爱能不能抱得干净 我用我的背壳旁 一个风景陷在等你 你的烦恼 你的委屈 intro one two one two three 如果那个视频是一个 实时的现场表演的话呢 是完全可以做到 大家现在在视频里面 看到的那个效果的 总结下来呢 就是如果是一个乐队出去演出的话 鼓手可以只听节拍器和program 其他手可以不听贝斯 又或者是加入一些奇奇怪怪的语音提示音 只要你喜欢 只要你觉得能够辅助你的表演 都是可以自己去定制的 而观众呢 是不会听见这些奇奇怪怪的声音的 无线监听系统呢 是一个表演的超级外挂 最近由于乐队要进行一些排练啊什么的 所以就入了不少关于演出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设备 那上一期分享了无线麦克风 还有无线踏板 这期呢就分享一下我最近在使用的演出所用的监听设备 原来呢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 其实也跟大家有分享过我的其他的监听的一些设备 之前用的是比较便宜一些的产品 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呢 发现有时候如果你用的东西过多 或者是现场的东西过多之后呢 它会有一些信号的干扰 这个在舞台上还是挺伤的 基本上挨不起这一下 个人呢是非常需要一套立体声 且操作简单 并且不容易误触 最重要的呢就是信号一定要稳定的无线监听系统 我最近在用的就是森海赛尔的XL Wireless IEM 有发射器 接收器 还有弱势耳机的这么一个套装 一分钱一分货啊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我刚刚说那些需求这一套基本上都有了 说句实话 我以前个人还是不敢去考虑森海赛尔的无线监听系统的 因为随便一搜价格就是五位数以上 这一套呢价格就非常清明了 相比其他的来说 外形方面的话还是那句话 依然是森海赛尔他们家的低调且沉稳的外形 外壳呢依然是塑料的材质 但是它的质感还是挺好的 别看它的个头好像有点大 其实重量还是算比较轻的 它的接收器呢是用两节五号电池作为电源 那我之前也是用过充电类型的 使用下来其实还是觉得电池的会稍微好一点 像我这样的人就是经常忘记充电啊 拿去用的时候用完了回来 哎呀太累了 就忘记这回事了 然后第二次要用的时候 那比如就是今天啊 这个充电的就又没法用了 只能用这个用电池的 所以我个人使用下来还是觉得电池的会比较保险一点 它的这个接收器上的这个电池盖 是按下侧面的这个钮就可以打开 它的阻尼非常的丝滑 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能加一个锁扣啊 或者是把它的阻尼加大一点会好一点 所以说呢之后我可能考虑在演出的时候 还是加一个什么胶带之类的可能会比较保险一点 它这个音量旋钮的阻尼感很强 这一点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 如果阻尼感很弱的话 我觉得在演出过程中是100%会误触的 它这个阻尼感就正好它能扭得动 但是它又不至于说你用一般的力气轻轻一碰它就会滑 发射器上的按钮呢也是XSW系列的简洁设计 这个上面呢也有一个6.5的耳机接口 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呢进行有线监听 接收器和发射器的配对呢也非常的简单 基本上呢不需要什么操作 一连上就可以开始进行监听 最重要的还有一点 这一点也是我之前的一个愿景吧 这款监听呢是可以切换单声道 又或者是使用立体声 不知道大家在进行监听的时候 是喜欢单声道还是立体声呢 因为我所要监听的内容其实是比较丰富的 如果是单声道的话呢声音会比较挤 我是需要通过用立体声的方式 让一些声音呈现在旁边更远一点 然后刺腰的位置不至于去抢过我 或者是干扰我放在正中间 我最主要的比如说演唱上面 那关于它的设置各种方面 其实灵活度都非常的高 操作也非常的简单 反正对于我而言是不需要进行什么操作的 这款无线监听的套装还送了机架板 它是可以装在监听的机架上面 一般来说一个成熟的乐队呢出去远出都会带一套自己的监听机架 也就是一二三四五五个人啪啪啪啪啪 这样列成一个机架 推一个小推车出去 因为我们每个人听的内容不一样嘛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监听系统 台上三分钟 台下十年功 这十年功有可能不只是十年的苦练 也可能是十年的打工 一个相对圆满的演出 其实演艺人员在背后都付出了非常非常非常多 我好奇或者是我略微有点感兴趣的演出呢 我也会去付钱去观看 也就是支持支持嘛 那现在呢愿意支持现场的观众还是比较少的 大部分可能有一些观众就会觉得 演出还要钱吗 演出不应该是免费吗 音乐不应该就是免费吗 等等 也就是小小感慨一下吧 总的来说呢 我最近在用的这一套SireSire的 我自己还是已经相当的满意了 可以是说 之后呢 它也会作为我现场演出的一个装备 然后跟着我到处去战斗 好吧 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这一期的全部要分享的内容了 如果对你有点点帮助的话呢 不妨帮我点个赞 也可以转发给你需要的朋友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